美國白宮國家安全顧問歐布萊恩24號表示 中共如果強行通過《港版國安法》 恐遭美國制裁 同時威脅香港作為金融中心的地位 而前香港總督彭定康 則呼籲即將召開的七國峰會 將香港議題納入日程 24號美國白宮國家安全顧問歐布萊恩 接受美國國家廣播公司採訪時表示 如果中共實施《香港版國安法》 那根據1992年的《美國香港政策法》 以及2019年的《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很可能無法確認 香港維持高度自治 那隨之而來的將是制裁 日前 末代香港總督彭定康 對於中共推動《香港版國安法》表示擔憂 24號 彭定康投書金融時報 呼籲英國必須確保將這件事 納入六月的七大工業國集團峰會議程 彭定康在文中寫道 當全世界忙著對抗中共肺炎 中共實際上已經撕毀在聯合國提出 保障香港2047年以前 生活方式的中英聯合聲明 日前 CNN報導 美國政府官員表示 美國將對中共推出《香港版國安法》 採取行動 同樣計畫在七大工業國集團峰會上 與各國領導人討論 新唐里亞電視 張啟霆綜合報導